难怪孙丽能火 拍戏时的一个举动体现出人品 可惜知道的人很少孙丽 这个女明星可以说是圈内的一股清流了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样的一件事情 在娱乐圈中九成以上的女明星 在参加活动的时候都会选择尺度比较大的衣服 但是孙丽几乎没有穿过 一直都穿得比较保守 这一点也是众多粉丝喜爱她的一个原因 孙丽的演技不用多说 大家也非常的清楚 基本上只要是孙丽拍的戏 基本上就不会有过多的吐槽 夸张点说孙丽这个名字已经成为活招牌了 这一点还是要归功于孙丽挑的剧本 在这个大流量环境的驱使下 很多的明星为的都是 增加自己的曝光率和多多的拿钱 忘记了作为一个圈内的演员 明星最本质的是给观众呈现好的作品 而这一点恰恰是被孙丽记在了骨子里 她挑选的剧本每一个都是精挑细选的 剧本不好的人家不会接 要接就接剧本好的 这也是为什么孙丽演一部戏或一部戏的原因 比如说当年的那部甄嬛传不就印证了这一点吗 孙丽将甄嬛这个角色诠释得非常的饱满 哪怕这么多年过去了 仍然会将这部剧拿出来细细的品味 好剧是惊得起推敲的 后来孙丽还跟甄嬛传的导演郑小龙合作过一部《芈月传》收视率 也是非常的好 说起这部剧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呢 也是从侧面印证了难怪孙丽会火 拍戏时孙丽的一个举动 直接就能体现她的人品 可惜知道这件事的人很少 在拍摄《芈月传》的时候 有一个情节是芈月被义渠王抓走 张一去救芈月的时候芈月要上马 但是马很高 孙丽必须要踩着人才可以上去 在拍摄的时候 在当时的背景之下 孙丽踩着凳子上去是不合适的 所以只能踩着人上去 最初的时候孙丽是拒绝的 后来在剧组成员的解释下才同意 踩着演员上去之后 孙丽非常不好意思的对那个演员说 对不起 谢谢 在那个时候孙丽已经是圈内的知名女星了 还能够这样的低调 谦卑真的是让人刮目相看 从这一点也能够看得出来 越是有能力的人在为人处事上就越会低调 越会懂得尊重他人 而这一点应该也是孙丽 能够在圈内立足的一个重要原因吧 大家对于这件事怎么看呢 孙丽娘娘的新剧那年花开月正元正在热播 在剧中有道小吃尤其引起了小编的注意 看完孙丽娘娘的吃相后 让小编久久不能忘怀 也忍不住想要来尝一尝 这传说中的赠糕到底是什么味的 看起来倒是挺像八宝饭的 赠ZMG糕是西安和关中地区特有的传统风味小吃 是用糯米红枣或蜜枣红云豆制铁赠上蒸制而成 赠是中国古代一种非常古老的蒸汽 有陶制铜制铁制等后经民间传承 将铁赠保留至今 而用之蒸制的年糕也别有风味 说了这么多口水都快流出来了 下面小编就来给大家介绍下蒸糕的做法吧 上途其实是做方首艺人做了在大街上叫卖的 如果是自己在家吃 就不用那么多讲究了 用电饭包就可以自己做蒸糕了 娱乐圈中女星大多比较偏爱长发或者中长发 一方面是为了拍戏造型方便 另一方面也会净显女人味 把自己的颜值优势发挥到最大化 而孙丽却是少有的短发 比长发更漂亮的女星 早期孙丽也是长发造型 虽然也很清纯漂亮 但是却不够时尚 稍显吐气 但是她的短发造型却非常适合她 竟显干练帅气的气质 而且自从剪了短发后 心运都好起来了 出演的电视剧《甄嬛传》 《芈月传》等都取得了非常好的收视 所以这几年她也一直是短发的造型 可是大家都认为非常适合短发的孙丽 却被邓超吐槽了 今日邓超为宣传新电影发了条微博 用了孙丽的一张剧照 并配文 很想让孙丽老师留这样的古装长发 说实话她短发 剧照中长发的孙丽非常漂亮 只是要配上古装才更适合 关于孙丽的短发造型到底怎么样 超哥也是没敢说清楚 欲言又止的样子 好像是不太喜欢 看到邓超敢这样形容孙丽 网友们忍不住调侃她 通常邓超发完微博 自己都要先抢着评论一下的 而这次却例外 安安静静的 完全不像邓超的风格 熟悉她的粉丝们猜测 超哥今天都没自己评 址克修 踩着 脖子 经历 诺